63歲的孔先生 兩年前持續兩週排尿不順 想上廁所卻上不出來 甚至斷斷續續出現血尿 就一檢查 才發現是腎臟癌惹的禍 那是喊急 但是又尿不出來 我這個尿怎麼是 有一天淡咖啡色 我就不在意 隔了兩三天之後就發現 哇 這個尿怎麼搞的 變成好像醬油色一樣 我就感覺 哇 怎麼 而且又尿不出來 一般人腎臟大小約9公分左右 而孔先生的腎臟腫瘤 就有11公分 佔據了整個右腎 腎臟癌的這種腫瘤的特性 就是因為它長在腎臟的時值 它不容易會有症狀 常常是不小心 超音波或電腦突然才發現 所以有時候沒有一直 有時候會等到 往往是等到它越長越大 大到產生血尿的時候才發現 醫師表示 沒有疼痛感的血尿 不要掉以輕心 像是有家族史 肥胖 抽菸 慢性腎衰竭 以及長期洗腎等 都是腎臟癌的危險因子 可以接受腎臟超音波檢查 如果早期發現腎臟癌 及早治療 還能保留部分腎臟功能 五年存活率更高達九成以上 待新聞陳千惠張正榮 台北新店報導